在許多子女、小孩時期的記憶裡 父親的角色就是強硬、頑固 有編於母親的溫柔 可是當子女長大之後 才了解父親的背影當中 有許多對於家庭、孩子的責任 還有看不見的情感 不過那個時候他有 有麥操 還有 我們訓 訓大家的孩子裡面都有 他竟然很有戲劇對 幫助我這條路 我最好是鼓勵他 其實他就這麼想 因為小孩子也要把家庭弄好 要撐家庭 小孩子如果你給他一千萬 一千億都一樣沒有用 如果這個小孩子是 就好像是很揮霍、很無德 不負責任 這個錢留給他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 品德跟財能是很重要的 要重情、不要重義 這個很重要 我是教導小孩子是這樣子 我是要求我小孩子 當然要去哪裡 一定要告訴家裡面 有什麼事情一定要聯絡 有什麼事情都讓他出來討論、協商 這個都很蠻重要 生下來的就是生病 整天就是他媽媽帶他跑醫院 哎呀我心裡想錢掙再多 家庭還是重要 看到孩子抽筋摔的全身都是傷 真的很難過 孩子是自己生的嘛 我們用最大的耐心跟愛心來對待他 就是說 不要說是到時候拿他當出氣筒 或者是對他很失望的那種消極的態度 對待他 總是自己的孩子 我們要愛他 我就是敬我有生之年啊 我照顧他 父親節快樂 父親這一個人生中的角色 是許多人用盡一輩子的時間 在家庭裡呈現 也是讓孩子們感受到所謂的 父愛的重量 因為孩子就是父親眼中的驕傲 爸爸接到了 希望每個人都能夠 向自己的父親說聲 父親節快樂 東台新聞 楊國柱 黃威財東市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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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威財東市採訪報導